大家好,我是马丁,今天给大家带来 游戏奥巴尔点播的名坛克兰体育版第753集 海外春日版第806集,合租房的私教 这天晚上,小兰到学姐赤岛迷生居住的合租房做客 在那里见到了学姐的另外三个合租室友 分别是白领穿上镜子,公司职员林木秀九 以及舞蹈家加纳克子 苏华说,远亲不如近邻 就算不与邻居打好关系,也不会交恶 但舞蹈家克子恰恰相反 凭一己之力招来大家的反感 具体表现如下两点 一,为了将男生林木赶出合租房 冤枉林木偷窥女生洗澡 二,不顾他人的死活 每天都在自己的房间练习踢踏舞 这不,为了劝说克子停止练舞 镜子特意准备了美味的小蛋糕 但克子似乎并不妥协 之后,大家各忙各的 镜子和小兰在客厅闲聊 看着装修精致,绿意盎然的鼻竖 小兰表示,坐在这里物超所值 文言镜子不知可否 虽然经济实惠 但毕竟是跟陌生人住在一起 很多时候还是不太方便的 比如在公共区域内 每个人的东西都要贴上标签 防止混淆 洗澡时间也要事先安排好等等 不久之后 柯南和毛利来接小兰回家 可就在几人准备离开时 楼上突然传来林木的尖叫声 经验丰富的柯南和毛利立即上楼查看 只见客子倒在床上的血泊中 一动不动 之后,木木警官带队赶到现场 经过勘验 警方初步推断 客子的死亡时间在晚上7点15分到45分之间 细警毒脉失血性休克尔亡 现场留有一把匕首和一瓶贴有撕着名字的饮料 匕首上没有检测出任何指纹 但在饮料瓶里检测到安眠药的成分 因此木木警官推测 凶手应该趁客子昏迷的时候 一刀割了他的警毒脉 虽然他是小兰没有听到惨叫声 至于第一发现着林木所说 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出门的时候 突然看到客子在留言板上告诉他 今晚8点之前 要来他的房间和他商量事情 所以下班后 他早早就回房等着了 哪知等到8点多 客子依旧没有动静 于是他就去他的房间 看到了害人的一幕 但因为他最后一个出门的 客子还在留言里面叮嘱他对其他人保密 所以林木看完留言就擦掉了 没有人能证明客子约了林木谈事情 加上他和客子因为脱窥的事情 吵得不可开交 因此木木警官认为 林木有重大作案嫌疑 所谓死到有不死频道 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 林木开始爆料其他人的作案动机 客子每天都在房间里踢他舞 住在客子的房间楼下的镜子不堪其烦 至于民生 虽然生活上与客子没什么摩擦 但有经济往来 民生向客子借了一笔钱 对此小兰表示 民生他们没有作案时间 他可以为他们两个做不在场证明 案发时 民生和镜子正按照时间表轮流洗澡 其余时间都在客厅陪他聊天 在此期间 小兰也只是短暂的上了一趟厕所 如果他们其中一人是凶手的话 只能趁着洗澡的间隙作案 但客子的房间在二楼 浴室在一楼 楼梯和浴室分别在客厅走廊的两头 从浴室上楼的话 必须经过客厅走廊 案发时 小兰在客厅里面面向走廊坐着 没看到有人经过 因此可以排除他们的嫌疑 与此同时 客厅在屋内四处观察 发现盆栽有移动的痕迹 就在他思考这与案子有没有关联时 民生打开冰箱招待客厅 客厅拒绝了 转而问起蛋糕的事情 据民生所说 这是镜子留给客子的蛋糕 为了让客厅吃到口感最佳的蛋糕 镜子在浴室洗澡的时候 特意打电话过来叮嘱他 把蛋糕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15分钟 没想到15分钟过去了 客厅都没下楼 所以他又把蛋糕放回冰箱 听到这儿 客厅又联想到一栋盆栽旁边的环痕 心中隐隐有了一个猜测 为了印证自己的推理 客厅又询问小兰和民生 当时还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现象 果然 小兰仔细回忆一番之后 想起一个重要细节 民生洗碗的时候迟疑了一下 据民生所说 有人在浴室洗澡的话 厨房水龙头的热水水量变小 但当时水量正常 所以他才觉得有些诧异 这下 客厅非常肯定自己的推理 为了寻找关键性证据 客厅来到浴室 在走廊和浴室的地板上 发现不明液体 液体有擦拭和踩踏的痕迹 询问后得知 这是洗发路 民生洗澡换新的一瓶的时候 不小心弄到地上 擦拭的时候没擦干净 此后客厅又前往现场 上楼时 注意到楼梯与客厅的墙上 有一扇窗户 窗户旁边原本挂着一幅画 但昨天房东拿走了 只留下一个钉子 钉子上有明显的血迹 就在这时 在陵墓的鞋柜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毛巾 见状毛利直接锁定 凶手就是陵墓 下班回来 在此和客厅发生口角之后 忍无可忍的他 用毛巾包着刀柄 一刀刺死了客厅 所以刀柄上这才没留下指纹 眼看陵墓就要被带走调查 可他迅速将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 瞬间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教伴们 你们知道 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随后柯南标运毛利 开始借他之口 还原案件真相 柯南表示 凶手另有其人 死者被人割破颈动脉 鲜血四溅 现场惨不忍睹 犯人理应沾到喷溅出的大量血迹 但陵墓的衣服却一尘不染 警方也没有在屋内找到带血的衣服 他也没有时间销毁证据 因此 凶手不是他 排除了陵墓的嫌疑 那凶手就在迷身和静子这两人当中 当时他们两个都在一落洗澡 凶手是如何避开小兰的视线 神不知鬼不觉的去二楼行凶的呢 眼见为实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到这一手法 柯南决定来个现场演绎 先让高木警官按照地上的拖拽痕迹 把大型盆栽往右移动复原 然后到走廊外等着 接着 让小兰站到冰箱旁边 把冰箱的门打开 案发前后 冰箱的门一共开关两次 即迷生把蛋糕拿出来 又放回去的时候 凶手就是趁着开冰箱门的瞬间 从浴室往返于现场 既然开冰箱门的人是迷生 那凶手不言而喻 就是静子 静子先是冒充客子给林木留言 让他在案发时的时候留在二楼 再用安眠药迷晕客子 然后趁小兰去洗手间的时候 向右移动玻璃门旁边的盆栽 利用盆栽和被打开的冰箱门遮挡客厅视线 留取二楼行凶 做完后 再把带血的毛巾藏到林木的鞋柜里 以此栽赃给他 最后 再找个机会把盆栽复原 但摆命已输 客厅和楼梯的墙上有一扇小窗户 为了避免小兰 他们看到他上楼作案 静子就压低身体通过 可就在他起身时 碰到了原本挂着壁画的钉子 导致肩膀受伤 在上面留下了血迹 此外 静子离开浴室上楼行凶时 踩到了浴室地板上的洗发路 又将洗发路带到了走廊上 静子还想狡辩 林木的衣服上没有沾到血迹 他意识如此 可那表示 肩膀被挂壁画的钉子勾伤 但衣服却没有破洞 说明他是赤身裸体的去行凶 作案后 先用毛巾擦翅身上的血迹 防着滴落到地板上 然后再回浴室冲洗干净 现在 只要检测一下下水道 仪器就真相大白了 这下镜子彻底无话可说 他的作案动机很简单 就是再也无法忍受 死着每天晚上在房间里练习踢踏舞的噪声 上门投诉反遭其辱骂 以上就是明探柯南合租房的死角的全部内容了 死着算是死得其死我了 最后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